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黑洞食堂 減肥這麼久是時候復出一下 吃一日吃七站給大家看 今天來到哪裏呢 就是位於尖沙咀海防道的熟食中心 為什麼我會接觸到這裡呢 因為我年初的時候尖沙咀擺一個市集 然後我們下午的飯堂就在這裡 然後我那時候在以前舊的入口 穿過花圃再走進街市 覺得好故色故鄉 我就決定一定要拍這一集給大家看 現在新裝修還有一個新的門口 裡面最有名是吃豬扒 有些豬扒蛋飯、豬扒蛋麵、豬扒包 最有名是這個東西 事不宜遲,進去看看 我們第一站來到哪裏呢 第一時間真的要來到這間華香園 因為這間網上寫到最有名 而且我上次來這裡的時候 它很快就生氣了 我幾次來都吃不到 最有名是這個秘製豬扒 老闆也說這個豬扒是超級好吃 我這次的市場 它的樣貌真的蠻好 價錢都不是為三十多元 我覺得以一個樣貌很厲害的豬扒來說 我覺得都不差 豬扒很香的味道 還有茶記吃的豬扒 用那些沙打粉 沙打粉令豬扒會很軟 如果吃下去是軟 感覺上不會加很多沙打粉 還有醃得很夠味道 有些少許秘製醬汁 可以吃得到 這個包我覺得很普通 就是一個包 沒有特別燙底的味道 沒有特別香口的包 豬扒真的很好吃 如果這個包可能燙底的味道 我覺得更好 但是豬扒是很軟的味道 剛才我試吃了一口 不想吃豬扒 我都覺得很好吃 但我的包是比較普通的 是嗎?我覺得這個包是比較普通的 它是豬扒味的 對 很軟的味道 應該是秘製醬汁 就是豬扒味 再加一點它的汁 肉質呢 Juicy的 好像豬頸肉 對 我覺得是 Exactly 好像炭燒豬頸肉 但不是炭燒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香口 但包是扣分的 但豬扒很加分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這個分數比是91.34 但有了包就變成82.67 澳門的豬扒包跟它對比 這個豬扒比澳門好吃 但澳門的包就比這裡好吃 就是這樣 如果兩個混合在一起 會更好 不過這間如果大家來 都覺得可以試一下 真的不錯 其實我們從華香園 每個隔壁的店舖 就是這個新冬田 這間店看上去 就不算很多招牌的東西 好像很突出 但我看到一個餐牌 它都寫著 咖喱吉列豬扒飯 是它最招牌的東西 而且這裡有除了豬扒之外 其實有些碟頭飯 外貌真的很吸引 因為很多做附近名店的售貨員 都會來這裡放飯 就是食堂的東西 我試一試咖喱吉列豬扒飯 我看它的樣貌 好像很普通的 陳手先生 中脆 碟脆脆 它還不錯 它還不錯 其實豬扒是炸得比較香脆的 它又不是我們之前吃的炸雞腿那種的脆飯 吃咖喱就想起以前我們吃 咖喱有辣碗 吃到十炸紅膠 我今天要你吃到豬扒 我現在已經想吐了 我覺得咖喱的味道都很香濃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優越 我覺得都合格兼高分 但是豬扒就比較脆 傳統的吉列豬扒飯的味道 如果進來可以選擇的話 我相信不是這裡為主 我覺得是吧 第三站來到哪裡呢 就是來文記 文記在這個熟食中心裡 都是數不數而出名的 我點了它這個秘製口切豬扒雙蛋飯 55元 它外貌是神經病 激口 加上蛋在旁邊 好像很豐富 我真的要試一試 豬扒又不是那種很多梳打粉 一吃下去會碎 它是一口下去 肉質是比較軟 Juicy 不乾 而且很香 但是它的鼻製醬汁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從第一家來說 這一家就中和一點 但它很香 相信如果大家喜歡吃茶記的感覺 一定會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將蔥、蛋、豬扒混在一起 口感會豐富很多 因為它很香 加上蔥 有些蔥油 但雞蛋又可以中和一點 我覺得蠻好 但你說的豬扒物最優越 我覺得豬扒 上課 但整個感官上面 是我自己喜歡的 很飽 很飽 第三間而已 黑洞直逃不行 我要終結這個 topic 我以後不可以叫黑洞 我叫小鳥胃 我才是小胃 我叫小小進 叫我小小胃 這炭蛋飯當然要刺爛的蛋黃先的 為什麼你還看到這些飯 你可以這麼開心 很飽 我很喜歡吃辣 她一個人吃牛肝吃三大碗飯 上次的影片 元朗的觀眾說 為什麼這女兒這麼差 這女兒不行 男朋友大家要小心一點 養她 我貴 你這樣一個惡的家庭 飯呢 因為飯太多水 軟一點 沒有牙的 阿婆吃剛剛好 那什麼酒樓吃炭燒飯 那種醬汁呢 但如果你喜歡吃香脆香脆的豬扒 這個不是 這個是肥軟肥軟 黑洞的蔥油是很好吃的 對 它混合蔥油是完美的 吃完整個飯 我可以 我餓了 我搞不定 我舉白旗扣 你還有多少間 1 2 3 4 就有4間 真的啊 你得的 黑洞直逃 最重要背後有一個吃得的人幫忙 這樣就搞不定了 我們第四場來到哪裡呢 就是來到街技 街技我們叫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 蔥油豬扒煎蛋飯 5元12元 它這個東西 就有些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的蔥油 它的樣貌是吸引很多 還有有令賞 那不錯 然後這個豬扒上面 它加了一點醬油 再加一個煎蛋 這個真的是煎蛋 真的是茶技有的東西 但我真的很飽 又凍檸茶 又是豬扒 你看到呢 為什麼這裡好像沒什麼飯一樣 是我request 少少少少少飯 不能夠多飯 所以不是它這間餐廳的飯比較少 OK 好 試一試 你先試吧 我好飽 豬扒蛋飯最棒的是什麼 急爆的蛋 這個才是豬扒蛋 為什麼你還看著這個東西還這麼開心 很棒的 試一試試看 很飽 為什麼你不飽 我已經很飽 很飽 對不起 很飽 哈哈 我覺得我的要求會做得很快 首先我先重口味 之後它的豬扒 就做一個剛剛好脆 又沒有好脆 因為我的老人家 我不喜歡吃一些很炸的東西 還有 我不信 無裂 無裂 我不信 因為它越炸口味越重口味 它不是老人家 它越重口味的人 無裂 它在鏡頭裡裝健康裝養生 它不是 而且這個豬扒蛋飯比較健康 你看它有菜 多適合我這些老人家吃 這個蔥油 其實它的蔥 我覺得都OK的 但它不夠剛剛加香 但這個蔥油更滿足一點 新鮮 但這個豬扒我就覺得 因為我吃了四間 然後這個豬扒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沒有那麼香 即是沒有那麼脆 對 它就是比較傳統豬扒 養生必備 對 我覺得這樣 養生必備 但是它有試飲 對 那100分沒5分 我覺得 飯底很差的感覺 我覺得80.34 飯贏了那個豬扒 對 但豬扒就我覺得 豬扒和村人都很喜歡 對 我正常說因為職員長在看著我們 所以我們只可以說 大家明白 我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豬扒發我們終於都吃完了 我們是時候吃其他東西 因為豬扒發出名是這四間 那我這間蔥油是合香園 它最有名是吃沙爹牛肉 那我問它 我想問沙爹牛麵可不可以走麵 我不行了 我怎麼都要放點麵下去 但這碗沙爹牛麵 就28元 看一看它的樣貌 其實我覺得好像很平平無奇 就真的要試一試它 沙爹牛麵 有名的沙爹牛麵 出名 出名不代表好吃 很平平無奇的一個沙爹牛麵 外面的茶餐廳一模一樣的味道 就是它純粹是 應該找不到什麼招牌 而貼上去 告訴大家它出名是沙爹牛 沙爹磁名 是磁名 當然純粹是磁名 磁名不代表它要負責任說好吃 就好像我說我自己很厲害 不代表我真的厲害 哇! 好好好這個鼻血 我真的好痛 最後一個胃的少許容量 我不想放在這裡 但我不想浪費 但這個又不可以打包 然後麵不淋得淋 收到內幕消息 因為本來想在那間吃芥末多 就算不吃麵 不要那麼飽 KID姐姐跟我說 小朋友我跟你說 這裡那麼多間芥末多 都是拿同一牌子的麵包 KID那個芥末 不是同一牌子 所以每間的芥末多都是一樣的 聽完之後 我立即沒興趣吃他們 磁名芥末多 剛剛聽到我吃這碗麵 哭了之後我說 小朋友 我給你什麼叫沙爹牛肉 我想說街記也是有名的 沙爹牛肉 除了豬扒之外 沙爹牛肉也有名的 他只拿了一點點 你看看他的樣貌 這個阿婆的Law Pack 這個是18歲 大波波女神的感覺 搞不定 它的芥末多 原來不是沙爹牛肉的味道 因為這個就是 姐姐跟我說 他們的沙爹牛肉 就是他們儀式的沙爹牛肉 代表什麼 我們全部都還沒出生的時候 的味道 所以我第一次吃這個口感 很濃烈的味道 因為我們要吃這個 就是吃這個花生醬 但這個就是沒有花生醬的版本 其實外面很少口 沒有花生醬的版本 而且它是很濃郁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些 儀式的回憶的話 你可以來到街記試試看 OK 多謝你看我吃了 令我這碗沙爹牛肉麵 添上色彩了 我知道了 知道我怎樣吃了 在合香園的麵 過來吃這裡的沙爹 那這裡有麵吃 不好意思 我們的麵也是一樣的 那間公司 同一個公司 這代表什麼 合香園的淘汰 不應該在這裡 沒有位子就在旁邊吃 沒有位子就去吃 沒有位子就去吃 怎會還吃這裡 合香園 終於到最後一站了 我們又吃新鮮的東西了 這裡有名是吃牛丸的 就是這間牛丸粉麵 剛剛聽雞的老闆跟我說 這間牛丸粉麵 在25年前 薄薄薄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說 要有些心理準備 它只是出名 是名字也是出名 那我真的要試一試 這碗蒸牛丸 這碗蒸牛丸 我覺得這碗蒸牛丸 我都覺得沒那麼辛苦 看上去都覺得 我會享受到 剛剛餐了的飯 麵 搞不定 洗了 我完全想不到螢幕 我會想要吃 25年前就最好吃 因為現在吃的牛丸 這個年代太多選擇 有些濃味牛丸 湯汁牛丸 令到我有一些對比 我會覺得 它是傳統的牛丸 不難吃 不好吃 所以我覺得 完全是正常牛丸 你去所有雲吞麵圖 吃到的牛丸的味道 它沒有特別好香的牛 各位 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站了 拍到我們這裡 兩小時 由這一檔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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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都看到我們的時候 他們來到我們了 到我們了 但這間紅記茶檔 它就 出名是吃這個雲吞麵 還有 出名是吃這個辣椒油 我之前 來試乘的時候 吃過辣椒油 我覺得OK的味道 但我試喝的 鴨鴨多 因為全部職員都會說 鴨鴨多基本上 每一間都一樣 最後一站 我試喝的鴨鴨多 那是15元 價錢不太貴 15元我覺得挺划算 試一試 它的麵包是麵包 感覺上好像焊了一樣 但只有底 但中間完全是麵包 即是麵包的麵包 你有沒有說過什麼 即是沒有焊過 但它有焊 裝焊 它裝焊 不行啊 你有沒有看到鴨鴨 即是它那個鴨鴨呢 我們說椰絲鴨多 是比較邊緣一點的 但我吃不到它的鴨鴨 特別之處 即是我吃傳統的鴨鴨 不是這樣的 有牛油 你的鴨鴨多士 一定要有牛油 對 你以為牛油 什麼都不是 你吃的那些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那種 但這些是可能是港式的 港式的 那這個不就是醬煎包 你這些鴨鴨 這麼厲害的 對 普通的 不是甜蜜好吃 即是全世界這裡的鴨鴨多 都不是特別好吃 下次吃雲吞 下次還來這裡 我不吃了 我對這裡宴了 不過很快 我就在裡面吃了 七間不同的小店 下面給大家看看 他們最有名的食物 總括來說 你說是否真的要來這裡吃呢 我覺得它的傳統 即是香港的 很少 越來越少的排檔 可以試一下 但是你說 特別有哪幾間很難忘呢 頭四間的豬扒蛋飯 豬扒包 我覺得挺好的 另外那些去到沙爹牛 或者芥蝦那些 或者牛丸 那些 真的完全不要碰都不要碰 如果你平常吃的好東西多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 可以打回平衡 有時候吃一些 沒那麼好吃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比較 你吃好東西的時候 才覺得 哇!原來這個世界這麼好吃的東西 總括來說 我覺得OK 大家可以還有一點點參考 但短期之內 大半年我不會再來這裡 因為我現在看到豬扒蛋飯 我也想嘔 真是很多謝大家 永遠都這麼支持黑洞食堂 我發覺 我黑洞食堂的內容越豐富 越吃到我想嘔 你們越開心 我不明白你們這麼開心 我次用生命去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 哇!正啊!內容很豐富 究竟你們想看我嘔 看我辛苦 看一些食物好不好吃的呢? 要不然我下次直接拍一條嘔的影片 給大家看就算了 你有沒有想過我也想嘔 搞不定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傾力的演出 喜歡的話 記得LIKE 以及訂閱 旁邊有個鈴鐺 按了的話 你立刻會通知到 即是你收到通知 我差一點點到20萬訂閱的 那你快點訂閱我吧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